大的原因一般可能比较多 比较常见的原因还是叶窝的一个皮脂腺囊肿 或者以及叶窝的一些淋巴结肿大 一般呢这个就是属于良性疾病 一般也不用太担心 皮脂腺囊肿呢 老百姓常说的粉刺呀 或者粉刺疙瘩 是因为皮脂腺风靡不畅导致了一个硬结 这种硬结一般不需要特别的一个处理 如果有炎症的时候 可以进行去医院的一个皮肤的一个切开引流 可能外科干预可能会更好一些 淋巴结肿大呢 主要还是咱们要去见面 它是一个繁星增生 还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增生 这么一个 但繁星增生呢 主要是咱们常见的这种感染 比如说那个上肢的也感染 或者是尤其是有些肺炎 也更导致的这种药物淋巴结增大 一般是感染控制以后 淋巴结有一部分会那个自然的消退 但有一部分可能就不会消退 其他呢 就咱们还有一个就是淋巴结的恶性增生 比如常见的淋巴流 白血白血病 这个淋巴结会突然增大 但是无痛的增大 这个质地相对比较硬 失去存在 而且它可能长大速度比较快 它活动度也会差一些 除了这个之外 可能还出现一些血象的改变 还有一个淋巴淋巴结肿大呢 就是这个恶性增大 可能还有一些咱们的肿瘤 实体流的一些转移 比如说乳腺癌 还有肺癌的一些转移 这个咱们图然淋巴结肿大 如果怀疑恶性的时候 或是它血糖规 排除血液系统恶性肿力以外 咱们还要去排除血液